大通T90皮卡 T都是皮卡 T60啊 T70啊 这T70 说错了 这是一个风采 有六个螺丝 我们看一下外周吧 这个皮卡还有个美西范尔 非常好看 颜色也很漂亮 这叫什么蓝呢 保时蓝 好我们到驾驶室里看一下 好我们上车 哦也是自动的 AT的 真AT 我坐进来了 多功能方向盘 轿车化 大屏 上气的做工啊 值得肯定 这个座宇呢 还是双色的 包裹性很强 我坐到这里 感觉很舒服 包裹性很强 而且头枕呢 正好顶了我这个脖子 有颈椎病的人呢 开这款车非常好 前排 座位挺宽大的 好 我就下去看一下 看看后排 好 我上了后排 后排 我们看一下 距离 哦 这个距离 作为一个皮卡来讲 它有个拉手 能上的 坐在上面 它有大梁子 没有显得很高 地台 你看看 没有显得很高 光线有点暗 我的个人体会呢 它中间呢 这个熔拱地区啊 并不很高 拱并不很高 也是 这个座椅 非常舒服 你看正好卡到我的头 坐时间长了 颈椎也不会痛 像有的车呀 颈椎长了就痛 这款车非常舒服 后面的座位呢 虽然不是皮子的 但是呢 它是双色的 跟前面一样 质感非常好 而且它 都有拉手 都有 抓手 上来的地方 有三个 主架没有 主架抓在方向盘上 我们从后院往前看一下 这完全是轿车化呀 我感觉它的豪华程度 比那个 一般的 皮卡要好 看看它的斗 它的斗 这是锚点 它的斗仓也很大 如果是用它来 做 房车的牵引车 可以放很多东西 再做一个密封的 非常方便 而且这个门很重啊 很扎实 很厚实 我看一下 它的牵引力 自制怎么样 看一下 经过确认 得知这款车的 最大牵引 总质量为 三吨 所以这款车呢 做一个全车 非常好 特别是它这个斗 这个皮卡呀 拖 防车呢 比较好 因为呢 它有个斗 斗可以放很多补给 放水箱 放电池 是吧 而且还有 而且还有 结实的大梁 上面做个盖 就行了 它是首选 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 进程的问题 如果把这个进程的问题 解决了 这是一个好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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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